晚安 您好 歡迎鎖定東森晚間新聞 首先我還關心的就是 昨天才傳出日本職棒羅德隊 將要挖角中華職棒的最大咖洋將曼妮 沒想到呢 今天義大球團就已經證實了 曼妮真的即將在這個禮拜五 就要離開臺灣 而禮拜四犀牛隊的補賽 曼妮也確定不會參加了 而曼妮離開的原因 球團表示說是因為曼妮太想家了 而總教練徐生銘也說 他是突然接到消息 雖然有一點錯愕 但是他說呢 這個洋將來來去去是很正常的 只是因為曼妮身分太特殊 才會引發了球迷如此高度的關注 有幾個球真的打得不錯 這個球飛到了現在左外野方向 曼妮才剛剛急出第八號的槌打 什麼 要走了 怎麼 說走就走 中午的時候 曼妮這邊跟我們主動提到啦 就是說他決定要離開臺灣 然後離開中華翅膀 那最快應該是禮拜五的時候就會離開 我都快哭啦 我訂了辮子頭犀牛娃娃 還沒拿到 他就要走了 可不可以退貨啊 洋將來來去去的 等於就是一種正常的管道 只是曼妮的身分不太一樣 大家的感情不太一樣 我還是好想哭 曼妮在臺灣出賽四十九場比賽 打擊率三成五二八發全力打 四三分打點 打得好好的 說他為什麼要走 第一次離開臺灣 離開他的家鄉這麼久 到臺灣來打球 那其實也有點想家 想家應該是藉口 不過沒人知道他要去哪裡 回美國還是去日本 反正人都要走了 送你幾個字 God bless you 祝福你 東昀新聞電話許淑銘在台北